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芯片的制造过程 这是一枚采用了20纳米工艺的苹果A8手机芯片 在不足指甲盖大小的空间里 包含了20亿个晶体管结构 其内部犹如一座超级城市 电路错综复杂 气势恢弘 如此精妙绝伦的设计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呢 制造芯片最基础的材料就是沙子 其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硅 首先通过在高温下的还原反应 从氧化物当中提炼出高纯度的硅晶体 并制成规定 再切割成薄脆的圆盘形状 这就是晶圆 也是制作芯片的胚胎 下一步就是光刻了 首先在晶圆上孵涂一种特殊的光刻胶 再将客户设计完成的 包含数十亿个电路元件的芯片蓝图 制作成眼膜 眼膜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投影底片 其中包含了芯片设计的蓝图 下一步就要将蓝图转印到晶圆上 性能越强悍的芯片 就需要在更小的芯片范围内 放进更多的电子元件 因此也对投影的分辨率有更高的要求 这就好比是要画出更加精细的图纸 就需要更细的笔尖 投影光源的波长越短 所能投射出画面的精度就越高 所以光刻机的光源波长 不断的追求更短更精密 从紫外线UV到深紫外线DUV 再到极紫外线EUV 目前只有最先进的EUV光刻机 才能完成各家顶级的7纳米和5纳米的芯片制造 而台积电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通常在一片晶圆上可以印刷成百上千个晶片 整个投影过程类似于我们初中所学的 突突镜成像原理 利用极紫外光 将芯片的蓝图投影到晶圆的光刻胶膜上 光刻胶膜发生光化学反应 被光照的地方变得可溶于水 经过显影清洗后 便留下了光刻的芯片电路 再利用特制的化学药水进行石刻 从而得到各种纵横交错的电路勾槽 再通过注入对应的杂质粒子 在高温下扩散 直至满足设计所需的导电性能 然后再将上述一系列流程 重复20至50遍 使得晶片有更加复杂的三维结构 最后再通过金属镀膜技术 将各层元件之间相互导通 最后送往晶圆测试部门 在这里将对晶圆的制造工艺 以及预期的性能进行测试 在测试无误后切割封装 交付客户使用 那些不合格的晶片 将被作为电子垃圾而丢弃 通过一项介绍 我们不难发现 整个芯片的制造过程 需要大量精致的光学技术 材料技术 以及精密的加工技术 任何一个流程的疏漏 都无法完成芯片的制造 而其中的高精度光刻机 更是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命门之所在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光刻机 是由荷兰的ASML公司制造的 该公司生产的EUV 极紫外光刻机 更是一技绝尘 独领风骚 为了产生极短波长的紫外线 利用超大功率的激光器 发出激光脉冲 当激光脉冲击中 微米级的液态金属锡液滴时 瞬间将其转化为高温等离子电浆 同时激发出光刻机 所需要的极短紫外光 再通过一系列的反射镜面 送入光刻机的投影镜头 对晶圆进行光刻 这样的一台光刻机 重量将近200吨的庞然大物 被称为是现代工业的皇冠 它们是生产机器的机器 是地球上最精密的仪器之一 单台售价高达1.5亿美元 而且还不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 在去年 中芯国际就曾向荷兰ASML公司 订购了一台EUV光刻机 但因为种种阻力 至今仍然没有交付 原因是 其中包含多项 虚惊美国授权的技术专利 其中就包括光刻机的激光光源系统 芯片制造行业 是高度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 而且研发周期长 各种理由不胜枚举 但在这里借用西方一句谚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但罗马一定也是一天一天建成的 国人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我们要追赶 还需多几分忍辱负重 低调踏实的做事 切不可自暴自弃 浅尝辙止 更多科普视频 敬请关注物理雷老师 抖音 停 感谢观看